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这个时间当中 我要说的可不是汗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尿的问题 有很多朋友就说了 是汗 有时候呢 那个汗呢 在一些衣服上留下一些汗字清洗了也很简单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 我的尿颜色特别的黄 是不是有问题 也有朋友问了 我的尿特别的有味 是不是也有问题 其实也不用这么担心 我们整个人体早上起来的第一次尿也肯定是偏黄的 对吧 是淡黄色 或者是黄绿色 这都是正常的 如果说你的是油黄色 那就麻烦了 这有可能就是肝病了 我们再做一个肝单元 可能是阳性 这个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而且油性挂壁 就是你一摇的时候能挂在那个玻璃瓶呀 或者是塑料瓶的那个壁上 这可能就是肝病早期的一种迹象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说 我这个尿有味儿 有什么味儿 你要排除你是不是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说你吃过蒜 吃过蒜苔 还有一种呢 我们吃那个芦笋 吃完芦笋之后 在芦笋分解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芦丁那个味道啊 特别的浓 所以说这些都是正常的 如果说你排除这些跟饮食没有关系 那尿液油黄油黄的 而且还有一定的味道 那可能就是肝病 如果出现了烂苹果味 有可能就是糖尿病 所以这些呢 我们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拿来这个尿液 我们再静下看一看 如果你尿的时候泡沫多了 是不是蛋白尿啊 如果蛋白尿你放的时间久了 被细菌分解了 是不是就出现臭味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有很多人憋尿 哎 有了尿 说了这不行 不太方便 多憋一会儿再去尿 憋了一会儿 尿不出来了 疼了 疼的在那儿 出现泌尿系感染了 为什么 它有细菌在反复分解呀 所以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还有很多人这个尿如果在膀胱里停留的时间长了 还有一种氨气味啊 所以这些味道呢 都和一定的疾病有关系 但是前提条件 你要排除一些干扰和影响 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判断 好 谢谢大家